不知道大家这两天有没有看到一个热搜 说是有人在前两天高考数学的时候 直接把手机给带进考场了 这带进考场还不算事 他还把数学题给拍下来了 而最最离谱的是 他居然直接把高考题发到QQ群里 来了个悬赏公告 本来嘛在网上学上的答题嘛也挺正常的 但到了五点多 有几个刚考完的群友越看这几个题目越是眼熟 最后猛的发现我那个曲 这不是下午才碰到的高考题吗 于是群友们直接进行一个在线举报 而这位考生也成功的成为了 本届高考第一个知道自己数学成绩的人 并且后面的考试成绩也作废了 看到这儿大家会不会心里冒出众多疑问 这手机是怎么带进考场的 考生又是怎么拍照没被发现的 大家好我是沙平君 今天我们来聊聊 手机是如何在有信号屏蔽的情况下发出照片的 要搞明白这个问题 咱们得先弄清楚信号屏蔽的原理 一般来说考场信号屏蔽 并不是把附近的基站全关掉 而是对周围的手机 3G 4G这类网络所在的频段 发射同频段的信号干扰 让他们接收到的信号产生乱码 或者干脆就接收不到信号 这就好比两个人原本在正常交流 你在旁边噼里啪啦的放起了鞭炮 让他们耳朵听不到对方的声音 还记得之前咱们说过MP3那个视频里的同频遮蔽吗 就类似这个原理 所以你想要干扰信号 你不仅得声音大 也就是功率要压过原始信号 还有干扰的频段 对准相应网络的信号频段 比如你想屏蔽4G信号 就得在4G频段内干扰 其他频段则不会受到影响 我们看看中国移动2G到4G的频段 包含了900MHz 1800MHz 2GHz 1.9Hz 2.3GHz 2.6GHz 而5G虽然有和4G共用了2.6GHz 但还有一部分是4.9GHz的独立频段 而像电信联通的 他们的5G频段又和移动的不一样 那么问题来了 如果某些信号的信号屏蔽的频段宽度不够 他们只支持到2G 3G 4G等频段 一旦有手机用5G中的任意频段进行通讯 那它不就不会被屏蔽了吗 所以我特地去甘肃的招标公开网站 搜了搜那些中标的屏蔽仪型号 比如这个18年的中标公式里面的产品 就只能屏蔽234G频段 19年5G开始商用 这个屏蔽不了5G信号的问题就一直存在 今年呢 其实全国各地都在升级5G屏蔽仪 不过这个升级吧 在某些地区可能真的有点紧急 比如我们查到的这个兰州考试院 5月27号的5G屏蔽仪招标公式 标题就写着急需两次 开标时间是6月21号 这大概率是因为招标投标法明确规定 招标文件开始到投标文件截止 最短不得少于20天 可是6月21号刚好都过了呀 所以这中间肯定走了一个特批流程 提前截标了 可是信号屏蔽仪这个东西 安起来还是很有讲究的 所以手机在考场有信号 也有另外其中可能 比如屏蔽仪的干扰强度不够 这个干扰强度和自身功率有一定关系 屏蔽仪想要发射干扰到手机信号 你这功率不说一定得干得过网络的发射信号 最起码得能打个55开 比如中国移动的某个2.6G的射频模块 它的最大发射功率就有320W 那咱们的屏蔽仪呢 为了给大家看看差距 咱特意找了一台大功率的信号屏蔽仪 6个频段加起来也就300W 而在2.6GHz的频段更是只有50W 这样的话 除非你离手机距离比机身要近得多 不然信号干扰可能就真的不太够 除了屏蔽仪的本身 干扰强度还和周围环境有关系 比如在屏蔽仪的1米半径内 不能有金属物体 不然就会造成电磁波反射 减少了干扰信号 还有什么安装高度要2米左右 屏蔽仪之间的距离要大于10米等等 这些条件一旦不满足 屏蔽效果都会受到影响 所以如果这个项目确实上马的很急 的确有可能会出现 即使装了5G屏蔽仪 但是因为没时间验证 使得原本能够干扰到一整个教室的屏蔽仪 在教室的某一个角落 勉强能收到信号 不过就算要以上种种原因 咱们也不能就这么简单的 把锅甩到信号屏蔽上 今年教育部还特地发了通知 针对5G手机作弊等新情况 今年高考严格管制考生入场检查 和考场检考 推行手机集中管理 保障屏蔽设备正常运行 通过人防物防计防多种手段 努力做到手机待不进 藏不住用不了传不出 我就想问 这个考生是怎么把手机带进考场的 安检为什么没查出来 他们当年考试手都抖 他是又怎么能拍出如此清晰的照片 这么大的动作 摄像头看不到 监考老师也看不到吗 除了这个被发现的考生 还有没其他人 也带手机进考场了呢 这些问题 所有人都想知道答案 也希望官方能够策查到底 大家都知道 高考试卷是由警车护送 全程GPS定位 每个考场都会安排摄像头 信号屏蔽仪 两到三个监考老师 时不时还有巡逻组经过 在机密这块 社会下这么大功夫 为的是什么 为了不出现差错 为了绝对的公平 对于千万普通人家的孩子来说 没有背景 没有资源时 能证明自己价值 能让自己有机会出人头地的 没别的 就是高考 高考决定了大多数人 今后二三十年的人生 这条路 不应该有任何人走捷径 如果总有人想 从一条神圣的路 凿出一条裂缝 不管是作弊的考生 还是工作不到位 甚至是可能拿掩护的相关人员 这个账 一定得好好算算 好的 这里是差平均 这里是今天的内容 如果你喜欢的话 欢迎你一键三连 如果你什么想说的 欢迎你在评论区和弹幕里 跟我们互动 最后做白头白头关注一下我们 我们下次再见